生活像一面镜子,女人来的时候,她变慈悲,脱离校园生活,我们走入了社会,之前的种种可以叫人生旅途,却不能被称之为生活,生活,是独立处事的经验和感悟,像游戏一样,只是没有NPC,也没有通关密集,我们想做的是改变生活,要做的是调整自己,你努力了,它变更有生机,你堕落了, 它便愈发无畏,你成功的时候,它处处是风景,你失败的时候,它看上去惨在不堪,其实,它反应的不是生活,而是你的内心,生活就是一杯水,什么味道在于你放了什么调量,我们不讲究品位,人生可不相同,里面也不一样,但本质同是那杯金水,你摇晃,它便冻到,你捂着,它便升温, 你不离婚,它慢慢变会变质,它可以是酒,也可以是茶,可以是饮料,也可以是冰淇淋,我们改变不了生活的本质,却能增轻它的色彩和味道,方向没有对错,因为没人知道你到底要什么, 其实,它体现的不是生活,而是你的追求,生活就像手机,可以功能单一,也可以包罗万象,你知入什么,它便接受什么,但最终受益与否得不是手机,而是你自己,它只是一个菜体,你可以玩游戏爽得不易乐固,可以看书看棒增长见识, 也可以妻离子散,一无所有,本身并无不同,只是我们要求不一样,它的本质只是一个媒介,只是我们自己茫然了,其实,它展现的不是生活,而是我们的选择,生活就在眼下,你准备怎样晓得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报问TT 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